红的蓝的 粉的黄的 货架上矿泉水瓶盖琳琅满目 瓶盖的颜色不只为了细菁 部分还藏有玄机 家里面喝习惯喝哪一种 然后我就会买那种 实际解访民众很少注意到瓶盖 其实以瓶盖颜色区分水源的规定 适用于新马地区 台湾没有类似的限制 可能是离子水吧 因为它味道比较没有生水的味道 矿泉水的价格也跟成分有正相关 无矿物质的纯水或蒸馏水相对便宜 每100毫升大约是0.67到0.89元不等 海洋深深水是我们收集海洋 在200公尺以下 因为200公尺以下太阳光照不到 所以浮游生物非常的少 所以那里的水比较纯净 在矿物水的排行中 来自河川地下水的天然矿物水最便宜 碱性离子水因为添加了绿化钾等元素 每100毫升大约是1.3到1.76元 海洋深层水翻倍要2.63元 价格最高再上去则是进口矿泉水 但其实价格最贵不一定是最好 喝得习惯顺口适合自己才重要 这里面站请陈台中采访报道